那我们下一个单元要谈的是 调音 我觉得这一篇也是蛮重要 本来调音 接下来应该是热人 但是我想改变一下方法来演讲 因为最近调音篇改的非常多 那一直在改的过程中 一直感觉它跟变音也有关系 它到后面讲 有一点可惜拖得太久 所以调音篇现在在我看法 变得非常重要的一篇 改完之后 越来越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也就不照以前这种讲法 我想把调音调过来 调到前面来 那为什么要调 流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谈的是论果 有没有 昨天从论果 然后癌肿瘤 那个都是在果 那从昨天到今天 谈的都是变音 有没有 变体伤跟热能不足 有没有 那前面是变老病的分别 那老病是从哪里来 那都是论果 好 那调音呢 调音就是怎么样来改变音 也就改善体 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所用的方法就是言 简单讲 就是调音就是一个言 只是它比较针对音 我们不是从果解症 我们是从音解症 所以这个调音 对我们是有特殊的 那这样说来 等于从 简单的讲 从论果到变音到调音 如果这一篇调音讲完 等于原始点 已经作为一个怎么样 结束了 那后面的呢 只是把这论果 变音 调音 讲得更精细一点 然后从这里 把它再延伸 说得更细腻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认为 这个调音 调到前面有这个好处 也算是一个小总结吧 不是大总结 也算是一个小总结 那我们来看 这一篇调音篇 由于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 与热能不足所致 故疾病 不论由何种因素引发 亦不论诊断为 何种病名 疾病因 分属轻症或重病 急性或慢性 内科或外科 其处理方法 都是一样的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外内热源温知 如此处理 不仅可治乙病 还可治胃病 再者 此论 亦适用于许多动物 内热源 包括 姜片 姜粉 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喇咖喱等 它们不仅可应用在饮食 帮助人体将食物吸收 转化为热能 其中姜汤还可借由灌肠 洗眼 洗耳 清鼻等 直接温暖器官 将热源发挥到极致 外热源 包括 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毯 电热器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温姜汤 姜糕等 可视窗口 有无 及病情需要 慎选其中热源 用于局部 或大面积 借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所以 不论是内热源 或外热源 都可以做到 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体伤 从而达到解除 疾病症状的目的 好 这样一路读下来 这是第一段 这个都是新改的 很多资料 应该 你们以前也没有看到 那我们来谈这一段 我们调到最第一页 我们来调音 从头看 你们这样念下来 看得懂吗 看懂得举手 我看一下 哇 你们程度都这么好 那我就可以审视了 就不需要多讲了 因为这个调音 也要先谈到 我们昨天变音的 所有疾病 皆因什么引起的 体伤热能不足 从生命的角度探讨 也是这样 生病只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什么 身体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一个是什么 身体热源不能供应 身体组织器官 运作所惜的 热能不足问题 简单讲 所以所有疾病 皆因怎么样 体伤热能不足 好 这个我们讲过 那既然它的音是这样 那我们原始点又重因解症 那你就不要再去管 疾病是有什么因素引起的 你只要把热能改善了 不就好了吗 那管它是怎么引起的 这个都不用提 了解吧 然后再来 也不管这些诊断 到底是什么病名病因 那是西医的 只西医的 那为什么不需要 他们的诊断 病名跟病因呢 昨天我在论国也有提到 因为西医也没有 他处体伤跟热能不足的概念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靠仪器检查出 疾病什么 知音 有没有 还记得吗 所以如果重因解症 你根本不需要参考 在论国有没有讲 然后我们原始点 在做的时候 也有提 西医是重果解症 所以它需要仪器来检查 然后要治疗异常 那原始点是重因解症 所以它不需要仪器检查 对于这些检查出来的异常 也不再理会 有没有 有 这已经很显示 是两种不同的体系 那我们又把疾病之音 已经讲得很清楚 体伤跟热能不足 当然也不用再去管它 诊断是什么病名跟病因了 那也是果的现象 不必在乎 所以这一句就是隐含着这个 那再来 分属轻症重病 虽然重病跟轻症 我们有分 治疗方法 主次也有分 但是到最后 我们一定都是要用什么 改善体伤跟热能不足 整体一定是这样 急性或慢性 内科或外科 这些分法 只是方便而已 但对于我们的治疗 会不会改变 不会 我们真正会改变我们的 已经不在于这里 不是这些的分法 而是在于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的 变因的两套的诊疗体系 用这两套 你都可以把这些打破 那整个又可以诊断出来 又可以知道怎么治疗 好 我们进一步再看下面 好 所以到最后处理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简单讲到最后都要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并用内外热源温滋 只是主次有别 如果再细讲 就是这样 这样处理 不仅可治疑病 还可治胃病 这个胃病等一下后面会讲 我就不说了 那能治疑病 这就是医学要达到的 那还可以治胃病 那这个就是保健 那所以原始点已经涵盖医疗与保健 所以简单的讲 原始点不称医学 真的也实在名不符合 所以不得已我才改为医学 因为它已经涵盖医疗与保健 而且此论述 也适用于动物 许多动物 不只人 很多动物也可以用 所有的疾病 很多动物 都是因为体伤热能不足 不用怀疑 从这一方面 因改善 它国也会改变 那我们先就动物片来放几个案例 好不好 母鸡案例 2016年3月12号早上起床未击 发现其中一只母鸡无法站立 似乎很痛苦 原先以为是脚受伤 帮它清洗后发现没有伤口 而且有发抖的情况 第一天只能躺 无法站立 咽咽一席 这时赶紧拿些姜汤喂食 并从鸡腿开始往上找原始痛点 按到背部时 鸡突然叫得厉害 于是确定原始痛点 按完后使用薄围 将暖暖包固定在背部原始点 开始从鸡腿上找原始痛点 按推时鸡叫得特别厉害 脊椎不是脊椎 按推后背一天暖暖包就可以站了 原以为没大碍了 放回鸡舍时 被他的同伴胖鸭跳到背上踩了两次 旧伤加上心伤 鸡又更严重了 晚上又赶紧按推了一次 按推完第一天一可站立 约过了三天一可走路 七天后恢复正常 母鸡恢复后开始下蛋 比一般鸡蛋大很多 好 那我们再来放幼鸡无法站立的案例 幼鸡无法站立案例 2017年10月24日上午 突然发现家中一只幼鸡一脚拖地 无法伸直站立 应用原始点理论帮幼鸡按推上背部两腿跟内侧两腿膝关节原始点 发现都有痛点 按推后替他用两手红豆袋温敷 经过处理后 幼鸡能够站立 再按推一遍原始痛点后 幼鸡恢复正常 且可以正常活动及进食 从发病到恢复正常 仅用了十数分钟 感恩张医师 是原始点正确的方法解除了幼鸡的病症 好 现在我们来看老猫中风的案例 老猫中风案例 2018年1月19日 家中的老猫尖叫一大声 旋即呼吸困难 动弹不得 之后患一阵阵低沉哭声 壮胜痛苦 女主人是原始点学员 以往她的老狗有类似情况 马上送送医诊所诊断为中风 即使做X光及大量检测 服用不少药物 但没有好起来 不久便往生了 故这次老猫遇上同样问题 主人坚决不把她送医院 当时猫瘫软无力 女主人了解她需及时补充大量热源 维持生命与修复 马上拿电热垫裹着猫帮她温敷 见她呼吸不顺 她试着一急救处理 先轻柔其上背原始点 再按她头后及耳后原始点 边轻柔边安慰她会没事的 只要热能持续补给 很快会好起来的 一日见她意好些 但站力仍乏力 走动时 左后腿是拖着的 明显有体伤及无力 女主人马上向多伦多 原始点服务站咨询 中心人员强调 多伦多正直严寒 长者溢出状况 故老猫此时更要小心照料 建议按以下方案施行 一、给她穿紧身衣后放小暖包与臀部 安置猫与猫笼内 内置热垫做24小时温敷 与笼外放一暖炉 如家户病房般隔离其他猫的干扰 使老猫能全程静养 二、饮食已煮过一次的50克干浆 加小量参 以一公斤水煮开 做整天之饮料 以十股饭加肉、菜、浆水打成乎 以针筒每天喂两次 三、早晚各按推头部 上下背部、臀部原始点一次 四、待猫较有力气 便鼓励她日间及饭后多散步 头几天猫仍表现得很疲惫 她了解到猫正需多休息 让身体自然修复 故尽量谨循前述方案进行 猫中风那天起皆无排便 女主人很担心 忠心安慰说 目前只需着眼与热能 当她补足热能 发挥自愈力 便有足够体力排出体内垃圾 尽力协助其提升体力便是了 处理经过 第二天可站立片刻 呼吸完全顺畅 第三天可稍微走动 但屡次跌倒 第四天可自行走动 但左后腿仍见乏力 偶尔还是会倒下 第五至六天 有明显好转 走动时双脚 以叫之前稳定 第七天 走动已与其他猫无异 开始排便 第九天 大致恢复正常 精神好很多 能自行跳上 离地近四十公分的玩具屋 非常活泼 前后比对 第四天 第七天 处理心得 女主人感慨 以往猫狗不适 只能送宠物医院 不但收费高昂 且面对同样的中风问题 爱犬还是没治好 现在懂了原始点 爱猫不但免受不必要伤害 且过程合乎自然 并能每天与他共同努力 见证他发挥自愈力而痊愈 这感觉多好 13岁老猫中风后 可于短短一周后好起来 真的太厉害了 感恩原始点 下一个案例 我们来看小狗中风案例 2017年4月5日早上 原始点学员马老师 怀抱宠物狗点点 来推广中心求助 4月1日晚上 给小狗洗澡 因有事 没来得及 给他吹干毛发 2日早上 发现小狗趴在地上 脑袋转向右侧 不能站立行走 报至宠物医院 医生说 使椎间盘突出所致 没有好办法 小狗当时表现如下 前双腿和左后腿 均无力趴伏地上 右后腿稍好一些 能发少许力气 脑袋转向右侧 不能正常回正 按推耳后 整条脊椎和腿部 原始点部位 暖天温敷背部 处理后 症状无变化 叮嘱回家后 适量补充内热源 并每天按上述 所作部位 按推一至两次 第二天 马老师打电话 咨询说 回家后 小狗烦躁 长土舌头 表现很热的样子 胶带 用红豆袋 取代暖贴 上述症状消失 第三天 早晨 小狗流鼻血 量很大 了解情况得知 姜汤浓度太大 主旗降低姜汤浓度 适量减少次数 流鼻血未再发生 第四天 报来推广中心 继续按之前方式处理 症状仍无明显改善 祝父回家 继续调理 4月15日 又来推广中心 调理结束 发现其左侧后腿力量增加 已能够哆嗦地站起来 脑袋也能自主回正一些 尽管幅度不大 4月18日 来中心调理 情况已大幅改观 后腿能站立 双前腿力道仍欠缺 哦 爹爹疼了 乖 忍忍 忍忍 哦 爹爹 哦 它都疼了 你给它帮到个脖上 它的脖子很滑 它自己要过来 它走一走练练 4月22日 再来中心 双后腿力道 基本恢复正常 双前腿力道 也明显增加 脑袋回正 转动灵活 4月25日 再来中心 基本恢复正常 前后处理 共20天 好 反正中风 宠物中风 就不用去找兽医了 一定是我们自己处理 而且他们也没人力处理 包括这些鸡的问题 好 其实 其实我听到的动物 还不止这些了 但是因为 他们有时候讲述的 也很精彩 只是没有影片寄来 我就不说了 那各种动物 现在听到的 我稍微叙述一下 有宠物鼠 还有乌龟 还有热带鱼 还有那个猪 还有羊 这些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一些案例 那因为没有寄来 只好抱歉 以后等你们做好了 再寄给我 我这样讲 应该你们会很有信心 你看 这个成本那么低 可以治宠物的中风 你看 不需要手术种种 那现在 台湾很多人 都喜欢养宠物的 所以你们实在混不下去 也可以考虑转行 不过人都救不完 是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我这里把内热源 讲得更清楚了 内热源 我们最常用的 当然是以姜跟生 其他还有就是 调味料 如何把我们的食物 变成温热性 也就是食材 一些含粮的食材 变成温热性 那就是要靠这些 大椒 胡椒 花椒 加粒 咖喱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善用这个 应用在饮食 这些热源 可以帮助我们 帮食物怎么样 转化为热冷 那姜汤呢 应用更广 它现在已经可以怎么样 用到灌肠 洗眼 洗热 清鼻等 直接温暖器官 将热源发挥到极致 我一再说 这一次最大的突破 就是在内热源 内热源的突破 之前我说 黑角阿嬷 那个给我感觉是 外热源的突破 重大的突破 那这一次是怎么样 内热源重大的突破 因为灌肠 可以解决了 我们原来的灶门 然后还有 你看 洗眼 你看白内障 这直接洗 更快 以后 只要有一个治好 以后都可以治好 那我们从 洗眼这一个案例来看 已经知道 眼球它不会怕辣 真正辣的是在眼皮 但 淡姜汤的效果 有时候对 比较严重的 它是没效 有时候还是要用到 溶姜汤 包括灌肠也是这样 那灌肠 我们就有很多案例 还有再应用到清鼻 这个也是一大绝 也就是 这个目前提供者 坐在前面 我认为他的案例非常好 他也是听了灌肠之后 让他引发 因为他自己鼻子过敏 好像有30年了 有30年 他说每到这个季节 就开始打喷嚏 他也按推 温敷 这些他有做 但效果都不好 最后他听完灌肠之后 从美国回去之后 他就自制了 溶姜汤的喷剂 他说只要 鼻子怪怪的喷几下 就OK了 然后他用在患者 来一个 治一个 不会有漏死掉的 这个可猛 你想鼻子过敏 按推怎么样 你看为什么温敷这里 我相信他讲得完全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这里温敷到鼻子 还有一段距离 他直接从怎么样 鼻子进去 就像我们灌肠 就像我们洗眼 直接进去 我说直接最有效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一段清吞鼻的 浓姜汁处理鼻炎案例 我是一个原始点的义工 也是一个严重鼻炎的患者 今年6月份 我去美国参加了 张忍汉医师举办的 一个灌肠的课 我受到了一个启发 我今年66岁 我从三十几岁开始犯鼻炎 我在北京 每年的8月初 一般是8月13号左右 到9月下旬 犯鼻炎很厉害 鼻炎的症状就是 不停留清水 鼻塞 眼睛痒 耳朵痒 我的手绢都是这种厚的 一天好几条价手绢 为了鼻塞流清水 手绢很快就湿了 我就想到了 用张医师讲的热姜汤 看看效果 凹成很浓的姜汁 灌在瓶子里头 能喷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瓶里的姜汁 能够喷出来 直接往患者鼻炎的鼻子里喷 这样呢 喷完以后 这个效果呢 有一些辣 但是病人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喷完了 鼻塞 流清水 眼睛痒 耳朵痒 嗓子痒 就由鼻炎引起的一些症状 马上可以消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绿色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以后可以救太多人 所以你看 从这个灌肠下来 以后的研发 包括洗眼 这些都是直接温暖器官的 那我不认为这个是外热炎 外热炎就是经由皮肤 那这些鼻子 眼睛 肠子 都是器官 所以我还在考虑 包括洗耳以后 中耳炎啊什么 都可以用 当然有一些轻微 也可以用其他热炎 就可以处理 但直接的 绝对是比间接的 还有效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然后比如有些老人家 尿不出来 你有时候按推 温敷 灌肠 还不出来 我就在想 如果能够从尿道进去 浆汤说不定 就可以处理了 也就是吸人进去的管道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 所有的都研究出来 然后改变我们 重阴解症的方式 我认为原始点会越来越完善 而这是一个很 我说从这里突破口之后 以后的研发 大家如果有心 我相信像类似 这样的处理方式 特殊的处理方式 就会一个一个出现 对患者的解决方面 我们就更加完善 以后我们就不会担心说 哎呀 什么病还要考虑 有时候它真的尿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将汤进去 有时候你温敷来不及 有时候像膀胱结石 有没有 它已经堵住了 那有些人按推温敷 结石有些是可以排出来 有些万一排不出来 然后又很急 膀胱已经胀大了 那如果有将它从下面进去 上面竟然没办法 那就从下面上来吧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有可能 但这个就是以后看各位的那个 因为我看到最后都是直接就能解决 所以我这里讲的一点都没错 将热源发挥到怎么样 极致啊 简单讲我们以后要做到怎么样 无孔不入 希望大家好好研发 那如果有什么好的案例 赶快寄给我 我立刻发表 因为这个都可以救很多人的 像喷鼻这个我就觉得也是很经典 就像洗眼把白内障 那个也是很经典 这个人太多了 你看要救的人太多 那这个会了 你看多方便了 来一个喷一个 是吗 那立刻都可以改善 几秒钟就可以改善 这个方法你还要用绕道的吗 还要温红豆袋 还要揉的半死吗 直接来啦 好 所以类似这个 我说这个一定要赶快研发 那我也知道 尤其这一次打开了之后 我已经知道 我们很多病 事实上已经不借助于其他的 只是可能要各位的帮忙 那有一些比较知道怎么弄的 那你们去搞搞看 搞出来再给我案例就好 我重视案例 好 这些都是内热炎的应用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精彩 那我们再来看外热炎 那外热炎它就 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这几年 我们几乎这些都用过了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 外热炎使用 你看我生姜泥 我就把它去掉 那个是不可以用 太湿了 效果也不好 那经过这几年的案例 我几乎已经可以出来 就是外热炎使用几个特点 一定要干的 越干越好 不要湿得多 干得多 一定要用 然后还要透气 为原则 这几个原则下去 一般都可以达到 我们应有的效果 然后到底当时候要用什么 我刚刚放了手 就是这个已经给你们 很大的参考 那你们可以应用的得当 我相信这些外热炎 都不难解决 其中也有用到局部 大面积 有窗口 或是怎么样 这个大家看着办 这些大原则给了你们 我相信这些你们在临床上 就可以发挥出来 那它是借由皮肤 那内热炎是借由器官 直接温暖器官 两者不同管道 但有些是需要外热炎 有些是需要内热炎 好 那这样 我们看最后一段 我最后做总结 这些内外热炎 对我们解除体伤是很重要 所以不论内热炎或外热炎 都可以做到怎么样 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体伤 从而解除疾病症状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